幸好,故事里的安生虽然是很小就很聪明,但是他一直不爱学习,还是整天地调皮捣蛋,很早就辍学在外面认识了一大群乱七八糟的朋友。 他是没跟着那些人乱来,不过也是养成了混混的气质。 辍学之后,他跑去读了职高,并且立志要学习美容美发,早点赚钱买房子,让紫月搬去跟他一起住。 所以,从角色上来看,林安心不能够像白鹿一样给人清纯乖巧的感觉。 话是这么说,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轻的女生穿着同款站在自己面前,林安心还是蛋疼得要命。 对比呀,对比呀,林前辈,白鹿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,就看到他一直盯着自己的脸看。 他有一点不自在地皱了一下眉头,睫毛微颤地别开头,有些不自在地开口了。 嗯,下面一场戏很重要,你要不要先跟我对一下戏啊? 林安心还没有说话,他又立刻地拧起了眉头。 柳梅带着不友好的强行解释。 你不要误会啊,我不是想和你拉近关系,我只是看你很久没有拍戏了,怕你找不到感觉。 开拍了,要是在N机,那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行程安排的。 我没误会啊,林安心早就知道他其实是没有表面上那么难相处的,只是被人给追捧习惯了,有点轻微的公主病而已。 不然,上一次也不会打电话帮他叫救护车,事后还跑来跟他说小心安然。 白鹿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管不住自己的就走了过去。 等到林安心奇怪地看着他了,他才反应过来。 但是嘴巴已经不受控制地邀请了对方,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,柳梅倒数更是不开心的样子。 你到底要不要和我对戏啊,不要算了。 林安心窘了,这个妹子,脾气啊,好大呀。 这个时候,作为男主的裴俊杰插了进来,带着侨侃的说, 哼,白鹿妹妹,你不要瞧我的饭碗好不好啊? 要对戏,也是我这个男主陪着林前辈队啊,你下一场戏和他没有对手戏。 你把男主的剧本拿了,我干什么?求放过呀。 白鹿似乎是不喜欢裴俊杰,白了他一眼,不给面子的甩头就走。 哦,居然连理都没有理他。 林安心看得是瞠目结舌,再偏过头一看,好家伙,裴俊杰居然还望着人家的背影看得出神。 那专注的眼神,没有点猫腻,那都没人相信。 他用倒肘子撞了一下身边的男人,压低了声音。 卧槽,你什么情况啊?别跟我说你看上别人了。 裴俊杰还是高大帅气的样子,嘴角簇着玩世不恭的笑容,回了他一个迷人的眨眼,似是而非地道。 什么叫我看上别人了?我倒是想看上你,我敢吗?我还怕被丝绍给封杀了呢。 林安心自动忽视掉了他话里提起的人,白了他一眼。 你就不怕被其他人给封杀了?人家白露可是有男朋友的人啊。 裴俊杰不以为意地撩了一下头发。 你以为圈子里的每个男朋友都像丝绍一样的死心塌地吗? 我不觉得他会和他男朋友有多长久。 林安心的嘴角抽了两下,很想抽他一个巴掌。 想了想,还是忍住了。 哎呦,拜托,就算别人和男朋友关系长久不了,那至少现在没分手啊。 你干挖墙角的事情,真的是道德吗? 你也不怕闪了你的老妖。 白露背后的金主绝对不是普通人,要不然他不会刚刚出道就拿下那么多令人羡慕的资源,还配备了专业的经济团队。 这次也是,白露任性地拿一个大型古装偶像剧的AP资源,换了他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电影的女二号。 背后的金主都没有说什么,可见财大气粗的程度。 裴俊杰不会不知道这个圈子里的规矩,还跑去招惹有金主的女星,真是不怕被背后的金主知道了,找人教训她。 裴俊杰扭过头看向她,眸子微挑,一改之前油腔滑掉的样子,认真的说。 我这次是认真的,万一真的闪了腰,闪了就闪了吧,反正这个圈子我也呆腻了,人这辈子总是要有追求点什么的。 我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自己心仪的女生,一定要试一试。 她那天看到,下戏的女生从保姆车上下来,就拿出了一早准备好的猫粮,喂给了片场的流浪猫。 她就有一种少年时期怦然心动的感觉。 林安心听了半声,不知道该怎么说,短暂地观察了一下她的表情之后,叹了一口气,给她竖了一个大拇指。 文艺,但是我还是要说啊,不管白鲁和她的男朋友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,在别人有男朋友的时候,我劝你啊,不要去搞什么小动作。 文艺,你被风沙血藏了没关系,不要连累了人家女生。 喂喂喂,裴俊杰没好气地吐槽她。 安心姐,你这话听着怎么就像是我作死没关系,不要拖着白鹿啊。 林安心没形象地掏了掏耳朵,非常爽快地就承认了。 原来你听得出来啊。 我耳朵又没聋。 裴俊杰被她给打击到了,不死心地问。 我真的像是在作死吗? 林安心毫不犹豫地点点头。 不是像,是本来就是在作死。 一大把年纪了,还当自己是校园爱情文艺片里的男主卷那种作死。 裴俊杰被她一大把年纪六个字,打击得是一口血卡在了胸口上,上不去下不来。 林安心就是故意地打击她的,主要她是不看好这段感情。 我看白露刚才的反应,好像对你没什么意思。 我跟你说,你别欺负人家小姑娘,你要追,也要等人家和男朋友分手了再追。 还有,如果你自己只是玩玩而已,我就劝你换个人,白露不是会随便的人。 哼,你什么时候跟白露的关系这么好了? 裴俊杰满脸疑惑地盯着她,打量了半天都没有看出一个所以然来。 干脆她就直接问了。 林安心不打算告诉她自己和白露之间的那点小秘密,避重就轻地回答。 我没有跟她关系好,我就是提醒一下你。 裴俊杰这种长相,外加名气,身边肯定是有不少的追求者。 很多追求者还是圈子里的人,她的私生活一直都是经纪人头痛的问题。 倒不是说裴俊杰又和那些男明星一样喜欢乱搞男女关系。 裴俊杰交往过的女朋友,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 问题是,她奇葩地有本事和每个前女友都弄成仇人。 她的女朋友很少有和平分手了呀。 再加上,她交往的对象大多都是圈内人,一来二去,网上黑她的水军也就多了起来。 大部分的都是她交往过的前女友们买的。 也算是圈子里面数一数二的神奇的现象了。